喂 董事长 晚上 对不起 晚上我和一个朋友 不 是一个朋友的妻子 她请我吃饭 那这样吧 改天好吗 再见 有点太漂亮了吧 宁兰 你说沈梅 会答应给我们出庭做证人吗 难说 不过今天可是两大美女华山论见 你首先在项目上就不能输给她 快画 画好看一点 我以前有那么难看吗你 快画吧你 我真的感谢你能来 给你打电话的时候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我是鼓住勇气 才给你打的电话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连说道歉的地方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去你家 我真的是为赵达红的事 你千万别误会 我非常清楚 西海是爱你的 沈梅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们不要再谈了 好吧 我今天来只是为了工作 你能来见我 是想 让我出庭为赵达红作证是吗 你是当事人之一 我想跟你了解一些情况 我 我以前是学法律的 虽然以后我没干这行 我知道我应该说真话 我应该站出来作证 但是 有许多事情 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因为我都没有 有很多事情要加入我们自己的感情和理解 这样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吗 我理解 我要是这样做的话 我就要世纪远前的这份工作 更何况 有许多事情 请你能理解我 沈美 你再好好想想 你可以保持沉默 这也是你的权利 你能给我点时间吗 让我回去想一想 你喜欢江城吗 我去的地方不多 不好做比较 不过我想我应该是喜欢这儿的 我在这座城市出生 上学 工作 我看着她一天一天产生变化 而且变得越来越好 你呢 我去过很多地方 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地方最合适我 可能还在寻找之中吧 星姨 我真羡慕你 最近回过母校吗 没有 我也好久没回去了 去年我们同学聚会回去过一次 学校变化特别大 看着那些年轻的学生们叽叽喳喳的 想起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 真是羡慕他们 真是羡慕他们 你现在还很年轻吗 你的儿子都那么大了 他真可爱 长得像你 小海啊 他人小鬼大 沈小姐 你说 要找谈一件要紧的事情 你现在是不是又不想谈这件事情 如果你不想说 那就不说了 我知道 有些事情是会很折磨人的 可是人又必须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所以常常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后悔啊 可能以后我会后悔 但是现在我必须尊重我自己的感觉 杨先生 我正式向你提出辞职 好 我尊重你的选择 沈小姐 总经理助理的位子 我随时给你留着 哪天你想回来了打个电话给我 我开始来接你 随时 你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辞职的理由吗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理由 我都表示尊重 我要为赵大红出庭作证 如果我不站出来的话 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 可是我 人都有自己的原则 所以我很理解你 沈小姐 如果你是为了我 你就不必考虑那么多了 你不必因为我杨德峰 而使自己的良心受到折磨 沈小姐 你可以出庭为赵大红作证 我杨德峰 不怕站在别高机场 我杨德峰敢做敢当 名机公司夸不了 我杨德峰也夸不了 因为你是个优秀的男人 我从心里真的不愿意和杨先生对捕公讨 可是 沈小姐 我希望你做完证人以后 第二天就回来 还到我们这儿来上班 那公司的人 还不活活把我生吃了 会吗 我想不会吧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想表现你的大度呢 还是想羞辱我 你是这么想的吗 我只是想说 对于名机公司和我个人 都非常希望你回来 两位 秋大夫吃来了 有喜事相告 上次我们不是说好要聚一聚的吗 瞧今天阳光明媚的 又是逢到周末 天时地利人和嘛 不过对于参加者啊 一定要携带家属 否则一律拒之门外 有意见者请举手 哎哎哎哎哎 我有意见啊 能不能带男朋友啊 哦 在这个地方 j塊 fields is 要是三天副 孙大姐 录来 今天我们不提这个好不好 好好好好 这个不是 虚头小小小为 虚头 ging 我们不服测 persistent 你说了小海 你怎么了 醒了 ahren 小孩 好 哎 不来就不来呗 你会给我打电话 你们俩闹得是不是有点严重了 我抬了一点 喂 什么 隧道塌方了 秋风小姐 你刚才说隧道怎么了 隧道塌方了 我得赶紧先走了 隧道塌方了 我料到会这样 怎么回事啊 你料到什么了 我以后再跟你说吧 我得先走了 张先生 我跟您一块去 宁兰 我先走了 苏大姐 我先走了啊 好 先接着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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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隧道塌方了 洗海了 干了 儿子 看什么人呢 说是隧道塌方 他们就先走了 隧道塌方了 嗯 我说路上怎么那么多人呢 我兜了一个大圈子才过来的 我让你送我回来的 肯定是为了心仪 呗 他今天啊情绪挺不错的 你得趁热打铁 送完您来以后啊 你再接他回去 趁热打铁 他这人你还不知道啊 帮我管用 算了吧 该铺垫的我们都铺垫了 剩下的就看你自己啊 招住机会啊 那我走了 谢谢啊 轻衣姐 什么 今天 要委屈你回去一晚上 我这儿有个朋友来 你再不太方便 真的假的 什么朋友来了 我不能住在这儿 我不骗你 你真是有朋友 你真是有朋友 吴天勇啊 我的好姐姐你别问了 我先走了啊 小海 再见哈 海 再见 再见 您来 再见 陈海 没办法 我只能回你那儿了 小海 妈妈没地儿去住了 只能咱们俩收留她了 你欢迎不欢迎啊 当然欢迎啊 走 走 喂 许宗姐 你回去了 当然是一起回去的 改天要让心仪姐 请我们吃饭 要是没有我们 她哪来的月圆之夜 是不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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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就读到这儿 明天再接着读啊 来 睡觉了该 我睡不着 一会儿爸爸把灯关上 你小眼睛一闭 就睡着了 好 再见 再见 嗯 嗯 你呀 你真是个傻子 你才傻 我傻 其实你一直知道 我是爱你的 嗯 我也爱你 谢谢 好了 好了 先去洗澡啊 我把窗户好 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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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夕海 你怎么这 你怎么还没洗呢 没有 这么着 你先洗 你先洗 你 你怎么 没有 我先洗 我刚洗完脸 你先洗 你先洗完脸 炸礼物 给你洗干什么 洗干什么 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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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CK 儿子 儿子 喂 爸爸 你是不是又跟妈妈吵架了 爸爸呀 没吵 爸爸今天晚上 得用你的电脑写东西 你快快地跟妈妈睡 听见没有 为什么 妈 嘘 你快睡吧 好 咱睡吧 好 来 来 雪儿 为什么 我我我忘了一个材料 今天晚上必须赶出来 你和小海先睡吧 傻瓜 你有事瞒着我 我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对我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 欣怡 不是因为你 那是因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 但不是今天 为什么不能是今天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说话呀 对不起 你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你怎么就不能坦诚一点告诉我呢 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清楚 我现在没法跟你说清楚 为什么说不清楚到底有什么事情你不敢跟我说的 说话 孙妮 我现在 我现在真的没法跟你说 我会告诉你这个原因 我会告诉你这个原因 但不是今天 为什么不能是今天 我会说 我会让你 我会认识你 我会让你 我会让你 你 我会让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哎 你们材料带琴的吗 都打好 我都带了 好 妈好 苏律师 什么事这么急 我 我能撤诉吗 什么 你人怎么这样啊 我们把证人和证刺 都给你准备好了 你自己要撤诉 你们能不能开涮吗 您呢 你让他说完 到底怎么回事 苏律师啊 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想和杨德峰 江浪到底的 就像你说的一样 为了尊严 一个打工者最起码的尊严 可现在 随道工地出事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 够杨德分寿的 所以 这话不能落井下石 只要他把工人给救出来 我跟他之间的事情 也就扯平了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我同意你撤诉 但是你要明白 撤诉是要走法律程序的 苏律师 诉讼费 我会尽快还给你们的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误会了 诶 赵大红 你是不是私下里 已经和杨德峰和解了 你这什么话呀 我要是私下里和他和解 我早八辈子他们和解了 也不是你拖了今天 别急别急 宁兰只是怀疑而已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再过两天就要开庭了 而且中间又隔着星期天 你是否能及时地撤诉 我们可保证不了 所以 我希望你做好上庭的准备 如果实在来不及撤诉 我要去提满和解 喂 妈 我没事 你放心 我跟你说多少遍了 你没事别朝我这儿打电话 我这是忙着呢 忙着 忙着 好好好 行 就这样 就这样 哎 好 董事长 你受伤了 没事 没事 董事长 您受伤了 赶快休息 休息 休息个屁 你先出去一下吧 董事长 你睡一会儿吧 我怎么能睡得着呢 睡到两个十来名工程 还不知道是死是活 喂 董事长电话 我 我 哦 茂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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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干得好 干得好 哎 我马上就来 哎 你等着我 怎么回事 哎 工程的位置已经找到了 张市长 好消息啊 通风口道已经打通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 被困工人的准确位置 和工人已经通上话了 我明白 我明白 他们正在挖救援通道了 好 心仪啊 宁蓝 心仪出去了 没事 他回来你也不用跟他说 我给他打过电话 真的没事 那就这样 再见 秋风报道 在隧道现场工地上 一场为抢救十条生命的抢救工作 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据抢险小组报道 通风口道被打通了 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被困工人的准确位置 被困人员当中至少有四人活着 另外有六人生死不明 目前救援人员正在通过通风管道 向被困人员输送氧气食品和水 同时 两条救援管道正一步步的向被困人员延伸 沈飞 沈飞 回去吧 我在日本熬夜已经习惯了 这算不了什么 你们躲在这儿 师长 情况今天怎么样了 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的审理 已经在催我们了 要求我们在规定的实现和程序 速将事故上报 沈飞 你先出去一趟好吗 情况都查清楚了 最迟明天晚上 被困在隧道里的四个名工人 就会被救出来 沈飞 不 不 不是说十个人吗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那六个人 可能就已经死了 不 不 那四个人救出来 下一步就要 查明事故原因 追究事故责任了 死了 死了那么多人 我是说 那六个人都死的话 如果我们如实上报 我们恐怕都推脱不了责任 还有 上面可能都要追究你的 行政责任 这一点我已经考虑过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总得有人顶着嘛 嗯 嗯 我有个主意 我们必须把这场 他方事故定性为 突发性的 不可预见的 也就是说 是属于自然灾害 这些都好办 难办的是现在到底死了多少人 我们还不知道 这万一那六个人全死了 又是在光天化日之下 你隐瞒得了吗你 我说的就是这个 你放心 现在一线参加强写的 全是我从家乡带出来的 我平常对他们不错 他们对我也很忠心 嗯 服服帖帖的 我要他们不说 他们会把他们看见的 和听见的 全都伪烂在肚子里的 哎呀 这隧道他方又不是海难 那尸体早一天被发现 还有 昆道东里十个人 四个人活着 六个人生死不明 这六个人生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 你总得把这十个人的数字 你得给我对上啊 救援通道打通以后 我派人以救人的名誉下去 让他四个活着的人救出来以后 我就让抢抢人员 顶替那几个遇难人员 这样就可以减少死亡人数了 同时我再派人到遇难家属 跟那些家属 签订事故善后协议书 当然了 在这场事故中间 也不可能说无疑人伤亡 但是我们至少可以 把伤亡人数盯在 政府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要把至少给三个 还是两个 万一事情败入了 不可能 与你张市长无关啊 好 让我考虑一下 时间不多 我已经安排下去了 好 这样啊 你们进去以后啊 马上给我找个地方藏起来 最好 能够带点伤挂点彩 明白了吗 一直到我带人进去找到这个位置 大哥 万一那几个人还活着怎么办 真是猪脑子 他们要是活着 你们就把他们抬出去 碰到死的 你们就顶着他们名 躺在那儿 啊 然后让别人把你们给抬出去 这踏方不像沉床 踏踏的石块 要是被牵出干净的 那警察迟早会被发现的 少啰嗦 这事啊 先扛过去再说 到时候 到时候真要有了事 到时候再说吧 哎 我今天把丑话说在前面啊 这件事啊 只有 你们之我之 谁要是说出去啊 谁要是说出去啊 我绝对饶不了他 这个主意啊是我出的 和董事长都没有关系 我们都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这些年来 董事长对大家怎么样 你们都清楚啊 好了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现在是我们帮董事长的时候 都听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明白 好 来 这是钱 一人三千 都拿着 来 来 晓妮姐 还在想昨晚的事啊 我真的挺奇怪的 我今天一直都在想 怎么也想不出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齐大哥 会不是想报复你 让你也尝尝 被拒绝的滋味 哎 我听说中非还是你的国家 就有这么一条法律 说作为妻子 不履行做妻子的义务 可以被判罚一个星期 又胡说 按理说 习大哥也不会想着羞辱你 再说你也住回去了 想着很好 我了解西海的为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 不认识 那就只有一个原因 你能不能别卖棺子啊 我说了 你可别生气啊 齐大哥 外面有人了 他是在为那个人首生如雨 我也是这么想的 心意姐 我是开玩笑的 你别当真 我不是开玩笑 喂 小海啊 你妈妈在 等一下啊 喂 小海啊 小海 别哭别哭 你在家等着我 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 西海下午就出去了 把小海一个人扔家里 现在都没回来 小海 妈妈 小海 不哭不哭 好 乖孩子 不哭 好了好了好了 不哭了不哭了 小海来 妈妈看看 妈妈看看 哎哭哭哭 哎哭哭哭 好酱 还是男子汉呢 你看过哪个男子汉这样哭鼻子的 我还是没得伤心做 你有什么伤心事啊 告诉妈妈 脑不横层了 你们总是挫假 一会儿好 一会儿坏 也不想到我 我的快儿起疯了 小海 是妈妈不好 妈妈也不想吵架 但是 大人的事情也不清楚 不管怎么样 你记住 妈妈爱你 爸爸也爱你 我爱你妈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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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哭了 不哭了 爸爸呢 我不知道 他今天下午就隔车者了 把我带来家里 叫我听话 妈妈你是不是欺负爸爸了 是爸爸告诉你的 不是 我自己看到他的 他今天坐到椅子上 他哭了 这样 小海不哭了不哭了 我们给爸爸打个电话 问问他晚上回不回来吃晚饭 好吗 我打了一下午他总是关机 这样 再打一次 妈妈不通了你来跟他讲 好不好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如需对方回电 请拨1259 你怎么在这儿啊 从江城过来的 对啊 老胡 你忘了 对不起西海 这两天我忙得团团转 刚从大西北查案子回来 你看 这还没家 没进家门呢 来 你那个化验单啊 我还没来得及去拿 真的 西海 我说你这是几人游天吧 你能得S病 你说谁信啊 走走走走 上楼上去 老胡 谢谢 晚啊 还得赶回去 家里没人 儿子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 那 那你太太呢 出差了 那我就不留你了 好 明天 我就去拿化验单 一拿的结果 我就给你打电话 好吧 好 有结果 马上给我打电话 打手机又一直开着 行 你呀就放心吧 啊 小心点啊 路上小心点 哎 西海 回去吧 没事 明天等我电话 哈 到这儿睡吧 你们快点 啊 你们小心点啊 啊 你 啊 嗯 啊 啊 我 你还没睡啊 你不是也没睡吗 来了一个朋友 一起吃了顿饭 是个男朋友 男的女的对我来说 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心海 你能不能坐下来 我想跟你谈谈 明天吧 早点休息 不行 我今天必须跟你谈 我请你坐下来 你觉得我们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吗 当然能过下去 能过下去 那你告诉我 那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为了什么你要那么做 你知不知道 你昨天晚上那么做 是多残忍的一件事 可爱 我请你告诉我 熹海 能不能明天再说这件事 即使我是真 其实我们真的过不下去了 我求求你 明天再说 行吗 不行 今天晚上一定要说清楚 你不说 我听你说吧 你是不是心里一直想着他 你们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承诺了吧 你又在提什么 你承认了 我承认什么了 你能不能不这样想 就说我过去和沈梅咬过什么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 你这是在自寻烦恼 好 我不愿意自寻烦恼 那请你告诉我 昨天晚上你为了什么 你怎么要这么做 明天 明天 没有明天了 许晗 你做好准备 礼拜一去民政局 你 心仪 你知道 什么是 HV病毒吗 那你一直 一定知道什么是艾滋病的 你一定记得 那个艾滋病患者 少拿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针关 再节省追紮血头的时间吧 第二天的陈报上说 艾滋病患者 被一个检察官给致服 并夺去了手中的针关 可是陈报的记者 并没有向读者介绍 那位检察官的名字 其实 其实 那位检察官 根本就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 那个检察官 是你 那个检察官 在与艾滋病患者争夺的时候 不小心被针关刺破了时候 没过几天 那个检察官感觉很不舒服 他所得的病症 与艾滋病极为相似 他感到很害怕 他害怕记忆了 甚至是一种恐惧 于是 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城市 掌烧人做了血情检战 结果呢 结果呢 明天 明天才能知道结果 不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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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 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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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我刚才就是去老胡那儿去拿检验结果 可是老胡说要等到明天 可是从他的眼神里我已经看出来了结果 我早就想好了 我早就想好了 如果是这个结果的话 我应该怎么去做 可是温 我唯独无法面对的就是你和孩子 心音我知道了 我 我知道你说 你会说要和我 相伴终生 我相信你也会做得很好 但是你知道吗 病毒的潜伏期要等二十年 二十年你知道是一个多漫长的时间吗 如果病毒再近期发作的话 那也就罢了 否则我会让你和孩子 在漫长的二十年当中 去体会死亡的等待和恐惧 你知道吗 是 你 你听我说 如果明天结果出来的话 我们必须面对 你必须理智地和我分手 不 不 许晗 我不要 我不会离开你 许晗 你听我说 我不要离开你 为了你和孩子 我不要离开你 我不要离开你 我告诉你 苏孙怡 你用不着现在同情我 我已经想好了 我要平静地死 我一定要平静地死 平静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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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吗 我不能让孩子看见我 不是 我最后死亡是什么样子 苏季怡 从今天起 你就给我走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我 行 别这样 你别说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从我第一天走进这个家 我就告诉我自己 如果遇到多大的灾难 我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记住 我 你 还有小海 我们是一家人 什么事情我们都要一起去面对 你 行 行 行 别扔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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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 自己 你做个 没戏了吧 他 你这臭小子 想吃了我这个 我得看看怎么办 儿子 这番不算咱们从来啊 爸爸 你闪了 你闪了 同来 同来 就是咱们俩大战 三百回合啊 儿子 爸爸 你是怎么那么烫的 妈妈 爸爸发烧了 怎么了 你什么 发烧了 是你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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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 欣欣 你怎么这么厉害呀 一会儿就好 一会儿 你去上饭 去医院吧 一会儿就得上了 快去吧 快去快去 瞧瞧你了 来 咱们接着来啊 要是最好的 要接好 我刚刚进去 好好好 这样吧 这个市里的张副市长 陈总 医院的院长来看望大家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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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躺下 辛苦了 辛苦了 哎呀 这个老天爷跟咱们做对 把这个隧道呢 给整塌方了 是不是 嗯 没关系 咱们和他对着干 把我们那个隧道 一定要建成全市全省 乃至全国一流的隧道 哎 哎 哎 好好好 好 大家辛苦了 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 德方啊 这个 都发到了 都有 都有了 都有了 再增加一些维稳金 啊 回头找我 好 大家休息啊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 辛苦了 再见再见啊 好好休息 来 躺下啊 大方啊 一切都拜托你了 市长您放心 嗯 这市场还没有过不去的坎 在过去坎之前啊 你我都睡不好安稳觉 啊 哈哈 好 再见 这两天大家吃入的现场 辛苦了 就回家去 洗个澡啊 好好睡一睡 哎 陈生 你送陈总走 好 沈梅 我送你回去 哎 老杨 哎 老杨 哎 老杨 跟你说件事 啊 快来 跟你说件事啊 来来来来 你出来一下 哎 有什么事 我们赶紧再说吧 啊 先回去 快点 快点 来 来 啊 董事啊 哎 怎么 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啊 哎 你 你不注意没有啊 嗯 那二十五床 还有二十六 二十七 啊 还有二十九床 昨天晚上我好像看见他 怎么突然间 一夜之间就变成备客人员了 哎呀 你什么样冒灵的 你这是这两天 一直都没有睡觉 你看你 你肯定是看花眼了 不不不 哎 你看 这个 这 这 这我都知道 毛铃 你先 回去 你看你那里这个样子 啊 你两天没见你女儿了吧 啊 你明天给我好好的休息 我聘你的假 走吧 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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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呢 看什么呢 看我吗 我看你临危不乱的 挺有大将风度 哎呀 还真是 还真是你第一个人 说我有大将风度 董事长 我 哎呀 别担心 你该去法庭作证 你就去 别因为我有大将风度 你就不去了 时间早过了吧 嗯 如果你有结果 他会马上打电话告诉我的 嗯 别担心了啊 嗯 你吃这个吗 不想吃 没胃包 你给他留在家里电话 不是 是手机号 都是手机号 来 自于啊 不是 儿子 你看大水里了没有 掉水里了 掉水里了 你怎么搞的 怎么会掉水里了呢 手机呢 我问你话 你说话呀 手机呢 说了多少次不让女儿不让女儿 怎么就不听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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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手机放哪儿吧 啊 我藏起来了 我爸拿出来要你生气 爸爸不会生气 你看 手机坏了 咱们得拿出去修啊 啊 去 给爸爸拿点 爸 爸 爸 对不起 没关系 啊 啊 这得完蛋了 哎呀 老胡 我说你怎么回事 你看我打手机一直打到现在 实在对不起 我儿子啊 刚把我手机给弄坏了 老胡 啊 爸 你 那 咱们出去说 不用了 我已经跟他说了 这 结果呢 结果出来了 来 哎呀 没事儿 你看 英姓啊 对不起 我 都死了 你看 我 就 你笑什么啊 鲜 我过去 一直认为你是很坚强的人 没想到你也挺脆弱的 谁没有一吃脆弱的时候 可总的来说 我还是很坚强的 你算了吧 是谁抱着我泪如雨下的 我说欣怡 你有点太夸张了吧 我那只是流了几滴眼泪 那还不是怕失去你和小海啊 我和小海对你就这么重要 好 那当然了 你看什么呀 小海 以后我们俩谁也不许提离婚这个次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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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不叽了 小学历 子 岳太美 去掉了 你 也不错了 您好 麻烦找一下杨董事长好吗 我是明记公司的 对 我知道他有点急事 好的好的 谢谢 我等着 杨总 是我 杨总 下午在医院里 我总觉得不对劲 喂 爸爸 几点了 小绝啊 回去睡吧 当心着凉了 再等我一下 行了 我的夫人 够漂亮的了 要不一会儿啊上大街 非早晨交通堵塞不可 谢谢 谢谢 喂 还没走呢 你等一下啊 您来 喂 您律师 怎么了 清一姐 你在哪里啊 我都急死了 你怎么还不来 对 有要紧的事 刚才啊 省媒突然然来一个电话 她说她不想替赵大红 出庭作证啊 太 太险恶 都什么时候了 没有 她什么就 什么都没说 对 就说不去了 大姐马上就要开庭了 要是我们没有证人 怎么办啊 哎 宁兰这样 不着急 你别管她了 先带上材料直接去法院 我从家里打地走 好 一会儿见啊 嗯 出什么事了 沈媒原来答应做我们的证人的 今天早上突然反悔了 拒绝出庭 也不肯说出原因来 走 哎 是不是杨德峰给她施加什么压力啊 杨德峰给沈媒施压 不会 除非是她自愿的 有道理 走 我开车送你 喂 审判长 我现在正在路上 对 什么 今天不开庭 为什么呢 怎么突然改变了呢 我的当事人要求撤诉 这样吧 我们见面再谈 好好好 我马上就到 秋复姐 您来 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 说是庭审取消了 可是刚才欣姨还给我打电话 叫我快点呢 怎么了这是 哎 欣姨 怎么回事啊 我也刚刚得到电话 是不是那个赵达宏被任我们去法院撤诉 我问过他们 他们说不是 只说见面再谈 要不你们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去问一下 庭外和解 苏律师 我们本来对这个案子 也比较重视 因为现在这一类案子 越来越多了 像赵达宏和他的工友们 都属于社会上的弱势群体 他们的各种权利和人格尊严 经常受到了这样和那样不同程度的伤害 所以我们当初 希望通过这个案子公开审理 为他们伸张正义 但是现在情况有了些变化 我们希望这个案子能做到庭外调节 你说说你的想法 我想知道怎么调节 基本上可以答应原告提出的赔偿要求 包括向我的当事人公开赔礼道歉吗 只有这一条 原告不能接受 他可以私下道歉 审判长 本来我们在庭上是准备撤诉的 我们撤诉并不是说我们在今天的庭审中不能胜诉 而是我的当事人突然知道了江湾隧道发生特大坍塌事故 有实名工友被困在坍塌的隧道里 他出于同情心 觉得应该让杨德峰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抢救工人 他们之间的事情可以了结了 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今天会是这样一个结局 我为我的当事人感到悲哀 苏律师 我希望庭外调节 如果双方能达到一致协议 那是最好的 我要去和我的同事们商量一下 主要是得到当事人的同意 赵大红 你出而反而不讲信用 你背着我们去法院测诉 说 是不是给杨德峰收买了 他给了你多少钱 林律师 你冤枉我了 我赵大红绝对不会干这种卑鄙小人做的事情 杨德峰就是跟我做金山 我也不明白 我比他收买的 您来 你错怪他了 不是他会是谁 难道又是杨德峰 你冷静点 审判长说 被告方希望庭外调解 我看杨德峰他们一定是做了不少工作 凭什么 他们说庭外调解就调解 凭什么 新一姐 你不能答应他们 这回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审判长说 被告基本上同意原告提出的要求 如果他们真的能做到这一点 而你有同意的话 我看可以庭外调解 难道你也被他们收买了 你说什么呢 你要知道 我们委托人的目的 就是要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不管是开庭审理 还是庭外调解 只要不违背这个原则 只要我们当事人的基本要求得到满足 我们可以不拘泥行事 小赵 现在要看你的态度 我们尊重你的意见 苏律师 说句心里话 我也不愿意庭外调解 为什么都是杨德峰说了算 我就不是咽了一下这口气 如果 你不同意庭外调解的话 我们可以对不公堂 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案子做到底 但是 有一点我要跟你说清楚 现在是法院力劝我们做庭外调解 如果一定要对不公堂的话 这个案子 胜诉的可能性会非常小 苏律师 为什么 都是杨德峰说了算 他打我骂我 难道他还有道理 难道我跟他打官司 他还会赢 可是我们现在没有证人证言 在场的那些工人兄弟们 现在没有一个愿意出来作证的 我们好不容易说服了沈梅 可是今天早上 他来电话说他不愿意出庭作证 你要知道 没有证人证言 官司是很难赢的 哎呦 苏律师 说你心里话 我跟杨德峰打官司 不是为了钱 我主要是为了讨回我做人的尊严 这我知道小赵 你放心 就是庭外调解的话 我们一定会让杨德峰向你道歉的 而且我们一定会为你讨回尊严 好 董事长 一会儿到了法院 你一定要心平气和地说话 千万不要敢去用事 如果他们要你向赵大红配礼道歉 你一定要接受 因为你确实是打了他 我希望你 能够尽快地从这件事件中解脱出来 因为隧道工程 需要你全力以赴的对待 沈梅你放心 到了法院 我知道我该干什么 怎么样 双方都考虑退一步吧 调解嘛 就是意味着有商量的余地 总得双方让一步 表示调解的诚意 在赔偿金方面我们可以做些让步 但是被告必须向我们的委托人公开的登报赔礼道歉 这是我们的底线 如果违反了这一条的话 就等于釜底抽薪 从根本上瓦解了调解的基础 这样的话 我们被迫自卫 法庭上见 请宁兰律师息怒 在赔偿金额上 我方并不要求对方做出让步 也就是说我把话说得再明确一点 如果贵方提出增加赔偿金额的要求 只要数目不是太离谱 我方都考虑接受 至于在报纸上公开赔礼道歉 对不起 我们恕难从命 对方应该能够理解到 我方之所以不在赔偿金额上讨价还价 就在于我们认为 金钱赔偿 已经包含了我们的态度和诚意 更包含了我们的赔礼道歉 告诉你们老板 不要以为他有几个臭钱 就可以胡作非为 董事长 你们两个迟到了啊 赶紧坐下 董事长 董事长 您律师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我是有几个臭钱 可我不是像您律师所说的那样 胡作非为吧 殴打我当事人 并且非法拘禁他 你这还不算胡作非为 宁莱律师 你先别急着定性 审判长 我方今天既然来到此地 就是抱着最大限度的诚意来的 我们就是想解决问题 隔止纷争 我将请审判长劝对方一句 我方既然一再认错 对方就不要再咄咄逼人 我即使不要敬恶赔偿 也要杨德峰公开登报向我道歉 这又何必呢 如果我的当事人 不是考虑到公司的声誉 他倒是很愿意接受赵先生的提议 我希望赵先生能够得饶人处且饶人 要知道现在的隧道工地 还需要我的当事人集中权力 去处理好各种善后的事情 什么叫做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当事人为什么在不该出拳的时候 偏要出拳 而且使的是重拳 毒拳 犯法拳 流氓犬 请室班长明察 请您来律师明见 我们始终都没有为我的当事人护短之矣 我们不是因为来承认错误 甘愿受罚 才愿意接受赔偿的吗 不行 钱不是万能的 如果这个世界上的富人 能用钱来摆平一切的话 那穷人还有出头之日吗 那要我们这日律师干什么 要司法工作者 还有什么用 公开道歉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的 没错 我是打了你 我错了 我可以给你钱 就像你们所说的 这是赔偿也好 赔礼道歉也好 但是我不可能在任何公开场面 向你赔礼道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